好 這兩天上新聞的 47歲的香港女藝人關淑儀 上新聞的原因是因為 她12歲的這個兒子的爸 讓曾志偉背了10年的黑鍋 以為大家以為說她爸爸是曾志偉 連寶媽都以為 結果搞了半天不是 是關淑儀自己講說 她兒子的爸是個仁波茄 所以這幾天我們大家都瘋掉 說他仁波茄可以生小孩的 但是麥哥 我們最近這幾年 看到關淑儀的新聞都怪怪的 他是不是有受到什麼刺激 是 大家知道 看到關淑儀在90年代初期 跟林毅蓮 葉倩文 王妃 是四大天后的 當年也是天后來的 她的歌聲是很好的 可是為什麼 後來關淑儀就消失了呢 其實97年那一次 是個很大的關鍵 97幹嘛了 王家衛那時候拍春光乍蟹 大家記得這個電影嗎 張國榮 梁朝偉的一部同志電影 張震最有一個角色 這部電影到了這個 阿根廷的布依諾斯 艾麗絲 去拍外景 當時大家看過這個電影 可是你不知道 這個電影的第一女主角是關淑儀 為什麼沒有印象哪有 原來的電影是有 女主角關淑儀的 關淑儀後來全被剪掉了 對 為什麼 我跟你講 就是說大家知道 不是 重點 它不是惡意的 因為這個電影當初 你知道王家衛拍電影 第一個它是沒有劇本的 第二個它是 隨性的會去想一些東西 所以當時跟關淑儀談 她是女主角 是有一條女演員的線 關淑儀也投入了這個電影 而且關淑儀第一次演電影 而且是演王家衛的電影 她之前不輕易演港片的 對 後來去了布宇諾斯愛麗絲 全心投入 可是你知道這拍一年多 又把情感投進去 後來導演剪片的時候 她發覺這個電影 她女演員那一條線 她覺得可以不要 不需要 不需要了 所以就沒有了 把人家剪光了 剪光了 那她也承諾 這個關淑儀的部分 會在導演版的DVD裡面出現 但這個電影後來 因為關淑儀之前新聞鬧得很大 她被王家衛青賴到了 青賴到了 然後大家都知道關淑儀去拍王家衛的電影 然後又跑到布宇諾斯愛麗絲 拍了一年多 一年多 對 可是電影一上片 因為這電影都在多難 其實時間 她這一年多 別人還不止於此 那個時候梁朝偉 這個張國榮生病 還要演床戲的不習慣 各種狀況 你看一代中 是不是也拍了個四五年 對 王家衛拍電影都這樣子 後來一上演 大家香港人覺得 關淑儀你不是拍了這麼久嗎 怎麼這個電影 連一個影子都沒有 一個影子都沒有 連個背影也沒有 這個事情其實對於電影圈來講 也許人都經歷過 可是對於關淑儀來講 卻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這個打擊就是她會鑽牛腦間 她覺得你是不是搞我 其實不是 王家衛也講了我不是 因為王家衛是很隨性的導演 她是一個比較 比較隨機應變的導演 之前張曼玉2046不是也被剪光 也是被剪光了 對 可是她就 可是關淑儀第一次拍電影 又是第一女主角 所以她就很難去接受這個事實 她就一直想要去正常化 接受 就一直不行 心裡就糾結糾結 她就開始不能演出了 也不太能唱歌了 也不太能夠表演了 就開始要休息了 那估計就這個時候呢 很多人勸她 她也想要再重新振作 可就一直事與願違 有各種狀況 那就有很多人建議她 不如去靈修 或找另外宗教信仰 大概這個時候就跟到布丹 到印度 就開始去游歷 靈修 就不做工作 估計這個時候跟仁波切搭上了關係 天啊 反而是因為去靈修搞壞了 可能這個時候 那剛剛講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仁波切被香港媒體 找出來這個仁波切之後 發覺這個仁波切大有才華 是喔 她導演過一部電影叫 如果看電影的朋友 看藝術片的電影的朋友 會知道一部電影叫做 《高山上的世界杯》 這個杯 我知道 這個電影在國際那一年 得了很多獎 是仁波切的導演 對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電影當然講一群小喇嘛 在看《世界杯足球賽》 然後這樣 對 所以你從這個導演的背景 就會發覺 關淑儀當時從 《春光乍蟹》跟《王家衛》 他重重疊了一跤 他後來想要他去仰慕的人 還是一個跟電影有關的人 其實這個仁波切 是個最新電影的人波切 是個導演的人波切 所以我相信他們在靈修方面 他們可能在藝術共通話題上面 是有交集的 是有交集 所以關淑儀才可能是跟這個仁波切 產生一個關係 這個仁波切 也是因為關淑儀 兒子的爸是不是他 所以現在被大家起底了 我們才發現 原來他是一個導演 他在亞洲整個地區 是不是有很高的知名度呢 文婉 對 其實他在亞洲地區 非常非常的火紅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仁波切 他叫做鍾薩清哲 大家其實是這樣叫他的 OK 他是1961年生 1961年生 其實像賽賽也五十三四歲了 可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他是七歲的時候就獲得認證了 所以他是第三代的傳人 然後在亞洲地區 有很多很多的信眾 先講其實這個仁波切 非常非常特別 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我們知道巴黎香榭大道 是一個非常時尚的 時尚的地方 很多都奇裝異服幹嘛 其實仁波切 曾經他的身影出現在那邊 他也奇裝異服的 出現在巴黎的香榭里色大道 我跟你講 千里講到重點了 他超級奇裝異服 他戴假髮 他戴什麼 胸罩 他是個男的耶 假髮 胸罩 你可以去想像 你有沒有那個樣子 仁波切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這個還不打緊 你覺得說仁波切應該都是非常 就是清心寡欲 然後也不沾世俗對不對 不是嗎 他會到德國去 他直接到德國去 跟他的朋友借了一套西裝 到哪裡去 賭場 他會去賭個幾把 然後迎來的錢就跟大家乾杯有沒有 真的假的 對 非常的海派 然後就有人講說 這樣子會不會有損仁波切的形象 這樣子為什麼讓我想到費真寧 對不起 沒有 其實你知道嗎 他的信眾 他的非常非常崇拜他的信眾 就說了 你們就不懂了 這就是仁波切 我們仁波切高深的地方 因為誰說一定要按著世俗 按著所謂規律來走呢 然後這個仁波切 他也非常非常的誠實 他就說他曾經到這個倫敦 去遊學的時候 他交了一個荷蘭的女朋友 他講他的感情觀 他說其實我遇到的女朋友 都比較喜歡幹嘛 比較喜歡一次交很多女朋友 我反而是被劈腿的那一個 對 比較專型 對 沒有 可是他又講了 他說但是我又是雙子座 只要是缺料身 我喜歡自由 所以我也不喜歡人家來綁住我 所以其實他是非常非常善變多重 他的觀念跟行為都好開放 非常非常開放 很特別 所以你想想 關屬於跟他生的孩子 應該也很特別 可是志偉 剛剛我們講說 剛剛文婉講說他紅遍全亞洲 他有來過台灣嗎 那時候其實你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在節目講說 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傳說 關屬於這個孩子的爹是個喇媽 有沒有 我們上集有講到 但是事實上在七 八年前的時候 這個仁波切當時是 你知道他們仁波切會到處去紅髮 然後他有來到台灣 等一下...這不是之前 我記得之前有個好帥的 不是那個時尚仁波切 不是他 對 因為顯然如果像文婉剛剛講的 這個是屬於比較特立獨棄的人波切 不是時尚仁波切 待會兒我們會講到他 那當時他其實有來台灣 然後那個時候狗仔已經出動了 因為有聽說 他說這個人是關屬於小孩子的爹 等一下 那是你剛剛說多少年 七 八年前的時候 七 八年前 你們就已經聽說了 對 那個時候有在傳 因為本來傳是喇媽嘛 後來有傳仁波切 那所以說那時候他到台灣來紅髮 你知道他們紅髮不是說 我今天在這裡 就一直在這裡 他會換地點 所以那個時候聽說狗仔隊出動了好幾組 然後好像是在... 有一個地方是在山上 包括是陽明山 還是北投的山上 然後呢 他們就到狗仔隊全部都出動對不對 然後到那個地方呢 就是想要去拍到這個人 結果在那邊為了一堆蚊子 因為信眾根本把他保護得好好的 五把月累其一 OK 那其實剛才邁哥也講到說 會不會是因為 關屬於去靈修 然後跟著這個仁波切 到最後出現這樣的結果 但是演藝圈 還有什麼其他的人 像關屬於這麼靈修 這麼投入這個西藏的密宗嗎 對 就是我們的藏傳佛教 其實在研究很多 尤其是香港的藝人 包括王妃 然後劉佳玲 其實劉佳玲也非常 其實王妃就是由她來引見 王妃去印度也是去修行 還是什麼也是清心寡慾的樣子 對 也是清心寡慾 那大家記不記得當時梁朝偉 跟劉佳玲也到布丹去結婚 也是用這樣的儀式 OK 那我今天要特別講一個人 是李連結 我們知道李連結他大概 應該在80年代 他那時候拍了這個少林寺之後 其實就跟這個佛教 結下不解之緣 他就曾經講說 那時候就有一個大師跟他說 你這輩子注定要出家 你太有佛緣了 可是他那時候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因為我要拍電影 我就拍電影圈拍戲 然後我有情緣 我有姻緣 等等的 OK 可是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可是這一路走來 你看從80年到現在 其實他現在都已經 大概四五十歲了 大概五十了吧 他這幾十年來 跟所謂的宗教 都非常非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他也非常篤信聖言法師 有沒有 真的很有福源 對 還有這個顯教 密宗 所以包括我們今天講到的 宗煞清哲這個仁波齊 他也非常篤信他 真的 對 所以其實這個李廉潔就是說 他真的後來信到 信到什麼程度 他常常一個人 有時候 當然有時候幾個三五好友 他們會到青海去 做所謂的深入山林的 一種禪修跟靈修 他說有時候去一個武打明星 他在美國的家有十個廁所 不是一億多的房子嗎 對 有十個廁所 可是後來 可是他可以這樣一個人這樣 深入所謂的 就是這麼盲歡的地方 他說他曾經三天沒有洗澡 因為沒有水 然後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每天就吃稀飯 配鹹菜 大明星可以這樣過 對 他覺得很開心 然後甚至他說他曾經 他就有一個習慣 他離開那個地方 比方說他禪修完了 離開的時候 他把身上全部掏出來 就捐獻 他說他曾經就到機場 他想說跟幾個朋友 想說買個咖啡喝 連五塊都湊不出來 這麼慘嗎 就差五塊 就差點湊不出來 那可能就因為他大明星大 就是五塊不用… 可是他那一剎那 他說其實很多地方 他覺得佛跟慘 就是在生活裡面 小地方你感受到困乏 你就知道當你富足的時候 你應該必須要知道感恩 就這一點點滴滴這幾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南亞海嘯 他就說你怎麼這麼幸運 對 死裡逃生 然後他就講說 他說其實他這幾年來 有修一個特別的東西 叫做往生淨土破瓦法 往生淨土破瓦法 破瓦 就是我們有破瓦 瓦片的瓦 對 那這是幹什麼呢 他其實他是在修所謂的生死 為死做準備 所以他說據說這個法 是會折壽的 然後他很淡然 對 破瓦 幹嘛去修一個折陽壽的法呢 他說他要渡人 然後再來他要為死做準備 因為他覺得人生在無常 我補充了破瓦法 他就是說你要觀想 你全身有洞的地方都被堵住 你每天要這樣練 就是包括你身上有洞的地方 都被堵住 那是很痛苦的 所以你每天要練 然後重複不斷的練 所以你會感受到說 因為你這樣練的話 你會感覺到死的力量 就死是那種感覺 而且是他練了好多年 每天要這樣一直練一練 很痛苦的那種法 對 所以大家就說 那你不恐懼嗎 他說還好 因為他會再修一種法 叫長授法 怎麼這麼矛盾 我一邊減授 一邊強授 可以平衡回來 對 所以剛剛這樣聽起來的話 這個李連傑去林修 好像聽起來比什麼林青霞 還有什麼梁朝偉 到台灣來伐古山 聽起來還要苦 但是你也不要覺得 仁波茄好像都是 就是穿著這個樣子 或是我們心裡面的形象 其實還有所謂的 不是只有穿著Prada的惡魔 還有穿著Prada的仁波茄 馬上回來